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部分是优先编码器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part k 编码器2 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谈矩阵编码器 矩阵编码器为应用某些电路的需要 需要自己设计编码器 但却可能找不到线程的IC可以使用 此时最快的方法就是自己制作矩阵编码器 所以简单来说 矩阵编码器可以自己定义编码的内容 矩阵编码器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以二极体来做的矩阵编码器 另外一种是以电晶体来做的矩阵编码器 以这个来看这是一个增值表 它的输入信号一共是有S0到S6 一共七个 输出是从Y0到Y3一共四个 那我们来看它的定义 当S0等1的时候 它的输出必须要是0101 当S1被选到的时候 它的输出要0011 当S2被选到的时候 它的输出要0010 当S3被选到的时候 它的输出要0110 当S4被选到的时候 它的输出要1100 当S5被选到的时候 它的输出要0111 当S6被选到的时候 它的输出要0100 那这个是根据什么定义呢 它没有规则 也就是使用者自己定义 所以这个 它就是一个7对4的编码器 所以我们根据刚才的增值表 我们可以写出它的布林代数 它的输入是S0到S6 输出是Y0到Y3 那我们就可以列出它的布林代数是 我们可以知道 Y0就会等于S4 Y1就会等于S0 or S3 or S4 or S5 or S6 而Y2会等于S1 or S2 or S3 or S5 Y3呢会等于S0 or S3 or S5 接下来我们根据这个增值表 要画出它的图 所以先分析一下 第一个部分 Y0的部分 我让Y0为1 只有一个 就是当S4为1的时候 Y0为1 所以我就把S4的那个开关 那边画一个二极体 那为什么画一个二极体 也就是说 当二极体导通的时候 我的Y0输出会为1 再说一次 当二极体导通的时候 我的Y0输出会为1 那什么时候 二极体会导通 也就是当S4开关闭合的时候 为ON的时候 正电源刚好经过二极体到Y0 所以这个时候Y0就为1 那如果S4没有闭合 也就是打开的时候呢 Y0会经过R0电阻落地 所以Y0会输出力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只要正式表有1的 我就加一个二极体 就可以了 再来看Y1的部分 让Y1为1的 有S0 所以我在S0的开关那边 加一个二极体 那当Y1为1 还有S3 所以S3这边也加一个二极体 S4也是一样 所以S4这边也加一个二极体 再来S5也是如此 所以S5也加一个二极体 S6也是一样 所以S6也加一个二极体 所以换句话来讲 只要这几个里面 其中有一个二极体导通 Y1就为1 所以言下之意 这几个开关里面 只要一个开关是on的时候 我的Y1就会为1 以此类推 我们来设计Y2 所以让Y2为1 会有 当S1为1的时候 所以我加一个二极体 或者是S2为1的时候 我也加一个二极体 或者是S3为1的时候 我也加一个二极体 或者是S5为1的时候 我也加一个二极体 也就是当这四个 其中有一个导通的时候 我的Y2就会为1 所以言下之意 这几个的开关 只要有一个是闭合的时候 我的Y2就会为1 接下来我们来设计Y3 当S0为1的时候 Y3会为1 所以我在S0的地方 加一个二极体 当S1为1的时候 我的Y3也会为1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二极体 当S5为1的时候 我的Y3也会为1 所以我也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二极体 所以只要这三个二极体 有一个二极体 导通的时候 Y3就会为1 所以反推回去 也就是这三个开关里面 只要有一个开关是闭合 我就会让Y3为1 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二极体矩阵 编码器设计出来 我们有一个立体 如图 它是一个二极体 所构成的编码器 如果当B、Z这两个按钮 分别被压下的情况下 输出值Q2跟Q1分别为多少 所以我们把这个图放大来看 如果当B跟Z都被按下去的时候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会怎么样 当B按下去的时候 因为下面是接到正BCC 所以这只脚会为1 当这边为1的时候 会让二极体导通 所以这条线会为1 那就会造成Q2为1 那当珠被按下去的时候 这只脚也会为1 所以很显然的 这两个情况都会让Q2造成为1 所以Q2就为1 那往上看 它也可以让上面那颗二极体导通 使得Q1为1 所以最后我们知道 当B跟珠两个开关 都被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让Q1为1 Q2也会等于1 所以请同学回去做一下 类似的练习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 矩阵型编码器的第二个 电晶体矩阵编码器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真值表 这个真值表 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七对四线的编码器 那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看右边的图 我们把刚才的二极体换掉 把电晶体去取代二极体 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来设计一下 第一个我们先设计Y0 我要让Y0为1的时候 必须是S4等于1 所以我在S4的这个开关 这个地方加一个电晶体 那电晶体的B角到E角 刚好是一个二极体 所以它的原理跟刚才的二极体 举正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设计Y1 要让Y1为1 必须是S0为1 所以我在S0的地方加一个电晶体 接下来是S3为1 所以我在S3的地方加一个电晶体 接下来是S4为1 所以我在S4的地方加一个电晶体 接下来是S5为1 所以我在S5的地方加一个电晶体 接下来是S6为1 所以我也在S6的地方加一个电晶体 也就是当这些开关有一个开关被启动 ON的时候我的Y1就会为1 接下来我们来设计Y2 要让Y2为1 第一种情况是当S1为1的时候 Y2就会为1 所以我在S1的地方加一个电晶体 下一个状况是当S2为1的时候 我的Y2可能为1 所以我在这边加一个电晶体 下一个情况是S3为1的时候 Y2会为1 所以我在这里加一个电晶体 在最后一个是S5为1的时候 Y2会为1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加一个电晶体 所以也就是说当这四个电晶体 有一个导通的时候 我的Y2就会为1 接下来我们来设计Y3 当S0为1的时候 Y3会为1 所以我在这里加一个电晶体 当S1为1的时候 Y3会为1 所以我在这里加一个电晶体 当S5为1的时候 我的Y3会为1 所以我在这里加一个电晶体 也就是当这三个电晶体 有一个导通的时候 我的Y3就为1 接下来我们设计 优先编码器 所谓的优先编码器 它是以优先次序的编码器 称为优先编码器 所以编码原则是以优先次序来考量 当同时有多个输入端有效的时候 优先编码器会以优先权比较高的输入端 作为编码 所以是以优先次序来看 这个是一个优先编码器 它有输入 所以是0到9的输入 它有输出 它是有诸CBA的输出 那这个诸CBA呢 因为它加了圈圈 所以我知道它是低态动作 那这边0到9 它也加了圈圈 所以我知道它也是低态动作的输出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是一个优先编码器的真值表 所以说当输入1为low的时候 代表它动作了 这个时候我的输出是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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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 那这边同学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是high high high low 因为它是低态动作 低态动作 所以它的真是为low 假是为high 所以这个如果把它换成另外我们熟悉的逻辑 就会变成0001 事实上它就是1的输出 所以这边请同学要习惯 第二个当2为low的时候 它的输出是high high low high 3的时候它的输出是high high low low 4的时候它的输出是high low high high 5的时候它的输出是high low high low 6的时候它的输出是high low low high 7的时候 它的输出是 嗨肉肉肉 8的时候 它的输出是 肉嗨嗨嗨 9的时候 它的输出是 肉嗨嗨肉 那你在这个真词表的 左上边 会看到don't care 也就是说 当我的某一个数字 被选到的时候 其他的数字就不用看了 不论它是输入什么 都不会受影响 所以代表 这个是有优先顺序的 所以也就是 1的优先顺序 大于2 大于3 以此类推 优先顺序最小的是9 那最后一个呢 我们看到 当1到9 全部是嗨的时候 嗨的输出就会为 嗨嗨嗨嗨 所以 我只需要9个输入 但是我可以有 10种输入的作用 因为其中一个是都不接 好 那这个是他的电路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左边有0到9的开关 那他是输入低电位的动作 那后面呢 他是输出低电位的动作 所以我们为了要得到正常的BCD码 我们会加一个反向器 完成刚才的学习 我们来做以下几点的结论 第一个部分 矩阵编码器 矩阵编码器 一共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以二极体来做 第二个是以电晶体来做 它的原理相同 请各位同学要知道 它的设计步骤 第二个部分是优先编码器 优先编码器最大的特色是 它具有优先权 所以优先权 比较高的先执行 比较低的就后执行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熟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